您好,歡迎收看3月2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,我是陸宇慧 花蓮縣政府27號舉辦109年的春季國殇大典 為過往為國獨立先烈和公允將士來致敬 也緬懷他們對國家的犧牲奉獻精神 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,國殇大典今年縮減規模 由縣府局處首長及花蓮各國軍部隊首長代表出席 花蓮縣府27日辦理109年春季國殇及追悼公允將士大典 由縣長徐正衛擔任主機關,帶領縣府局處首長 華蓮地區各國軍部隊首長 分別前往花蓮市與吉安鄉的忠烈池及軍人忠林池 眾人曾敬焚香,獻花獻果,並有禮身公讀紀文 表達對亡顧荣民與公允將士英靈之尊崇與無禁哀思 以示莊重肅目 今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,國殇大典縮減規模舉行 縣府民政處長江東成表示 想因中央防疫政策,由縣府局處首長 與華蓮各國軍部隊首長代表出席 以降低群聚感染風險,同時兼顧防疫與追思 宗烈池、宗林池也都設置檢疫服務站 備有鵝鵝鵝槍其消毒酒精,強化執行防疫作為 里程後,縣長徐正衛也興建宗烈池周邊環境改善計畫 宗林池修繕工程提報中央爭取補助經費 期許未來兩座園區的環境都能夠更加優化且完善 讓農民英靈獲得應有尊榮 記者蔣方燕到華聯報導